台北英語綿年 氣溫恨止變冷 根據津洋局預報 這兩天北部東北部 都會持續降雨 加上由冷空氣來襲 而這波氛圍加冷空氣的影響 預估週三週四感受是比較明顯 週三受到這波冷空氣的影響 包含北部地區東部地區感受 都比較偏冷一點的 連週三部地區的溫度 高溫相較之下都一些降幅出現 週五週六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冷空氣息台包括北部 東北部天氣較涼 低溫有17到18度 高山也因為湿氣夠 有機會降雪 到了30號週二 東北季風增強 接近大陸冷氣團的封面南下 台北市會有14到15度低溫 屬於濕冷天氣 到了12月1號到2號 轉乾冷 加上輻射冷卻影響 中部以北會有13到14度低溫 北部最低溫會有13度 是入冬以來最冷天 12月3號回暖 但還會再有一波更強的冷氣團席台 下週可能在週五 週六附近 有另外一波波面通過 到時候又有另外一波冷空氣南下 這波冷空氣南下 可能還是在冷氣團附近的長度 現在就會持續觀察 氣象局也指出 今年冷氣團的確是近40年來最早 而且還有反聲音現象要特別注意 從反聲音對台灣的影響來看的話呢 的確是有在溫度上有比較偏冷的機會 頻率會比較高一點 連續兩年都是反聲音 預測這個冬天會有8到12個冷氣團 其中有1到3個寒流影響台灣 提醒民眾千萬要嚴防寒冬 三雄互相尋規